下面我们学习第五节 转让定价事务管理 那么在这一节中 我们介绍呢 这个五个指示点 第一关联申报 第二同期资料准备 第三转让定价调整方法 第四转让定价调查与调整 第五预约定价安排 那么这里边大家要注意 对于预约定价安排 它预约的是未来 而转让定价是调整的 已经发生的业务 这是两者的呢 一个很大的差别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指示点 关联申报 关联申报中 首先看第一个 什么是关联方 关联关系的判定 那么是在呢 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 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关系 比如说A与它的控股子公司B 这叫做什么 关联关系 那么A和C也是呢 这个母子公司关系 那么B和C叫不叫关联方 叫它两个呢 存在着直接间接的控制关系 或者是直接间接的同为第三者所控制 向B和C同为A控制 那么B和C也叫呢 关联方 第三在利益上就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 这是呢 关联关系的判定 这是第一个 那下边对于呢 构成关联关系的具体判断 我们呢 来从比例上来做一下判断 具体情况有这么几个 第一 一方直接或间接持有另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5%以上 比如说A对B的呢 持股是25%以上 这一个 那么第二个 双方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方所持的股份 达到25%以上 比如说A持有C 40%的股份 那此时B和C叫不叫关联方 叫 如果一方呢 通过中间方对另一方呢 间接持有股份 只要一方对中间方持股比例达到25%以上 则其对另一方的持股比例 按中间方对另一方的持股比例计算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说 A持有C 40%的股份 下边呢 C持有D 比如说50%的股份 那么A对D的持股 是按40%乘50%算吗 不是 它是呢 如果一方 比如说A通过中间方C 对另一方D 间接持股 只要一方对中间方的持股达到25%以上 A对C的持股达到了25%以上 则它对另一方的持股比例 A对D的持股比例 按照中间方对另一方 那么C对D的持股比例来计算 这是呢 它的比例计算问题 两个以上具有夫妻直系血亲 兄弟姐妹 以及他 抚养 赡养关系三人 共同持股同一个企业 在判定关联关系时 持股比例 合并计算 什么意思 那么A个人和B个人是夫妻关系 A持有假公司15%的股份 B持有20%的股份 那么这两者放在一起算 放在一起算 说明它两个利益共同体 对于这家假公司持股 是35%了 这是呢 持股比例合并计算 第一个 第二 双方存在持股关系 或同为第三者持股 所以持股比例没有达到了第一项的规定 没有达到25%的比例 但双方之间借贷资金总额 占它的呢 任一方实收资本比例达到50%以上 那么这是双方之间借贷资金总额 占任一方的实收资本比例达到50% 或一方全部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 是由呢 另一方担保的 注意呢 这个关联关系的判断的第二种情况 那么咱们的关联关系的判定 是可以出题出在呢 计算问答题中的 让你去判断双方是否属于呢 关联关系 那么是一方全部借贷资金总额的10%以上 由另一方担保 但独立金融机构除外 又独立的金融机构 它专门做这个事的 那你呢 不能对他们进行这种约束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双方存在持股关系 或同为第三方持股 随持股比例 未达到第一项的规定 没达到25% 但一方的生产经营活动 必须由另一方提供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商标权 著作权等特许权才能正常进行的 比如说可口可乐 那我现在呢 对你的持股虽然不高 但是你的呢 运营 离开了我的可口可乐的配方权 没法经营了 那么这时候你算不算关联关系 算不关联关系 这是呢 第三个 第四 双方存在持股关系 或同为第三方持股 随持股比例没有达到呢 第一项的规定 没达到25% 但一方的购买 销售 接受劳务 提供劳务等进行活动 由另一方控制 那么你的咽喉命脉 被别人给卡住了 这是呢 第四 第五 一方半数以上的董事 或半数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 由另一方呢 任命或委派 或同时担任另一方的董事 或高管 或双方各自半数以上的董事 或半数以上的高管 同为第三方任命或委派 那也就是说 哎 你的董事由A公司 就半数以上由A委派 他的也由A委派 那你两个是关联方 那么你和A也是有关联方 他和A也是关联方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五一个 第六 具有夫妻直系血亲 兄弟姐妹 以及其他呢 抚养善养关系的两个自然人 分别与双方呢 具有一至五项关系之一的 那么此时 他也会呢 通过这种纽带 形成了关联关系 第七 双方在实际上具有呢 其他共同利益 判断了哪些是关联方 哪些不是关联方 那么可以作为呢 咱们计算问答题的一个重要考点 大家呢 要注意 下面第三个 仅因国家持股 或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委派 董事 高管 而存在呢 第二条 第一至五项关系的 如构成此处所说的关联关系 比如说 我的半数以上的高管 那么 董事成员 是由国资委委派的 他的也是 那我俩算不算关联关系 不算 这是呢 对于这种呢 国有企业 他呢 有一个特殊规定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这是第一类 是关联关系的判定 第二个 关联交易类型 简单一大二过 包括有形资产使用权 或所有权的转上 这是有形资产 第二 金融资产的转上 第三 无形资产使用权 或所有权的转上 第四 资金融通 第五 劳务交易 那实际上 这个关联交易的类型 其实涉及到 且经营的各个方面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国别报告 国别报告的有关规定 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 国别报告呢 主要披露 最终控股企业 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庞大的 企业集团 你的最顶层的家企业 最终控股企业 所属跨国企业集团 所有成员实体的全球所得税收和业务活动的国别分布情况 这是呢 国别报告 它主要披露的是最终控股企业的这种呢 它的所有的成员单位的这个全球所得税收业务活动的国别分布情况 存在呢 下列情形之一的居民企业 应当在报送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时 要填一个国别报告 那么填国别报告的 主要有这么两类企业 第一个 呆居民企业为跨国企业集团的最终控股企业 我这一个跨国企业集团的最顶层的家企业 且呢 它的上一跨境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各类收入金额 合计超过55亿元 这是呢 第一类要填呢 咱们的国别报告 第二一个 该居民企业被跨国企业集团指定为国别报告的报送企业 这两种情况 咱们应该报呢 这个国别报告 这是国别报告的呢 五个内容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第一个问题 是关联交易的问题 那么关联交易 以及与之相关的关联申报 第二一个 是同期资料准备 要求大家呢 熟悉 同期资料包括主体文档 本地文档 和特殊事项文档 那么三类文档 首先第一个 主体文档 主体文档 主要披露 最终控股企业 所属的 且集团的 全球业务的整体情况 它披露的是 全球业务的呢 整体情况 这是一个 那么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 应当准备主体文档 第一 年度发生跨境关联交易 且合并该且财务报表的呢 最终控股企业 所属企业集团 以准备主体文档 那这是呢 第一种情况 咱们要准备呢 主体文档 第二一个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 超过10亿元的企业 这是呢 符合这两个条件之一的呢 这种企业 要准备的是主体文档 第一个问题 那么主体文档 主要披露呢 最终控股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全球业务的整体情况 包括哪些 包括它的组织架构 你整体的这个集团的呢 这个谁和谁是上下级的关系 它的持股比例等等 那组织架构 第二个 企业集团的业务 它的主要的业务有哪些 第三 无形资产 第四 融资活动 第五 财务和事务状况 这是呢 披露全球业务的整体情况 这是主体文档 第二个本地文档 本地文档呢 主要披露企业关联交易的详细信息 主体文档 它披露的是个全面的整体的信息 而本地文档则披露的是关联交易的详细信息 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那么年度关联交易金额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 应当就呢 全部关联交易准备本地文档 什么情况下咱们要准备呢 本地文档 第一 有形资产所有权的转让金额 那么超过两亿元 注意呢 这个两亿元的标准 对于来料加工业务 它是按照年度进出口报关价格的计算 这是呢 有形资产所有权的转让金额 它的要求 第二个 金融资产转让金额超过一亿元 第二第三是无形资产所有权转让金额超过一亿元 第四那么其他关联交易金额合计超过四千万元 出现这四种情况之一的咱们要准备本地文档 这是呢 本地文档的一个要求 大家呢 注意一下 这是第二个 第三特殊事项文档 特殊事项文档包括成本分摊协议特殊事项文档 和资本弱化特殊事项文档 对于呢 企业签订或执行成本分摊协议的话 应该准备呢 成本分摊协议特殊事项文档 第二对于呢 企业的关联债资比超过呢 标准比例 那么金融企业5比1 一般企业是2比1 那么超过呢 这种标准比例 需要说明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 因为你超过比例了 但你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仍旧呢 能允许在许前扣除 所以呢 你要说明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 应当准备呢 这个资本弱化特殊事项文档 特殊事项文档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成本分摊协议 一个是资本弱化 这两个特殊事项文档 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 豁免情形 什么情况下 你可以免于准备呢 咱们的主体文档 本地文档 特殊事项文档 第一 企业仅与境内关联方 发生关联交易的 可以不准备主体文档 本地文档和特殊事项文档 这是仅与境内关联方发生的 可以不准备 第二 企业执行预约定价安排的 可以不准备预约定价安排 涉及关联交易的 本地文档和特殊事项文档 这是执行预约定价安排的 咱们可以不准备呢 这个本地文档和特殊事项文档的 这是咱们的豁免情形 第五个 实现及下要求 注意呢 里边的时间点的要求 首先 主体文档应在 企业集团最终控制企业 会计年度中了之日起 12个月内 准备完毕 它是按什么12月 是最终控制企业会计年度中了之日起 12个月之内准备完毕 本地文档和特殊事项文档应在呢 关联交易发生年度呢 4年6月30之前准备完毕 那么因为你的呢 这种主体文档涉及到全球的整体信息 所以呢 它准备时间要长一点 是最终控制企业 快几年度中了之日起 12月之内准备完毕 而本地文档特殊事项文档 则在呢 发生年度4年的6月30号之前准备完毕 同期资料应当自呢 事务机关要求之日起 三日之内提供 注意呢 三日之内提供的同期资料的要求 且因为不可抗理 无法按期提供的同期资料的 应当在不可抗理消除后 三日之内提供的同期资料 注意这个三日的呢 实现要求 同期资料应当使用中文 应当使用中文的意思就是 中文是必须用的 并标明引用信息资料的出处来源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同期资料应当自税务机关要求的 准备完毕之日起保存十年 注意保存十年的规定 企业合并分立的 应当由合并分立后的企业 保存同期资料 这是呢 这个同期资料的实现及相关的要求 对于这个内容 我们一起看2018年的一道呢 单选题 关联交易同期资料中的主体文档 应当在呢 且集团最终控股企业 会计年度中了之日起 多长时间内准备完毕 应该是在 最终控股企业 会计年度中了之日起 12个月之内准备完毕 我们应该呢 是选担心 这是呢 咱们所介绍的第二个支点 同期资料的问题 第三个支点 转让定价调整方法 对于呢 税务机关在实施呢 转让定价调查时 什么叫转让定价 你关联方式的交易 没有遵律独立交易原则 事务机关呢 可以进行转让定价调查 转让定价调查的时候 应该进行可比性分析 可比性分析一般包括什么 第一 交易资产或劳务特性 因为它影响到了你的呢 这个价格 第二个 交易各方执行的功能 承担的风险和手的资产 这是呢 第二 第三 合同条款 第四 经济环境 第五 经营策略 那么这个内容简单了解 我做可比性分析的时候 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影响呢 它的交易价格 这是我们呢 可比性分析的要素 下边这句话 要求大家 这是要掌握的 事务机关应当在 可比性分析的基础上 选择合理的转让定价方法 对企业关联交易进行呢 分析评估 转让定价方法 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那么也就是说 你和关联方的交易 你两者之间 有一个呢 那个转让定价的问题 而现在 我找一个和你的交易 具有可比性的 那么非受控起的价格 来进行的参照 叫做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第二个 再销售价格法 你从关联方那 买这个东西 我呢 再往外卖 我按照再销售价格法 来回推 你的呢 这种关联交易的价格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是成本加成法 第四 交易净利润法 第五 利润分割法 第六 其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 那么这几种的方法 大家呢 要记住 容易出选择题 那下边 我们来看一看 转让定价方法 适用 第一个 叫做可比 非受控价格法 这种方法 适用于 所有类型的 关联交易 注意 适用于所有类型的 关联交易 当关联交易 与非关联交易 存在差异的时候 咱们应该就 该差异 对价格的影响 进行呢 合理调整 这是呢 第一个 可比非受控价格法 第二个 再销售价格法 再销售价格法呢 它适用于 再销售者 未对商品进行 改变外形 性能 结构 或更换商标 等实质性 增值加工的 简单加工 或单纯勾销 但也就是说 我只顺于那些 简单加工 或单纯勾销 用再销售价格法 如果你进行了 深度的加工 那对不起 不能用 再销售价格法 这是呢 它的试用 如果关联交易 与非关联交易 存在差异的时候 咱们应该就 该差异 对毛利率的影响 进行呢 这个合理调整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再销售价格法 再销售价格法呢 它在计算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那么以再销售 给非关联方的价格 比如说 我呢 从关联方的A 卖给B B呢 卖给C 那下边 A和B是 关联方 B和C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么我再销售 给非关联方的价格 比如说是8000万 而我从关联方 A那我买进的价格 比如说8500万 我认为这价格 明显不合理 好 我下边以 再销售给 非关联方的价格 8000万 那么乘以什么 乘以 一减 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毛利率 那么这个 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毛利率 等于 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毛利 出于的什么 出于 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收入 净额 那么乘以百分之百 比如说 我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毛利率 是10%的话 那么咱们就 8000万 乘以 B减 10% 那我从 关联方的买入的价格 就不应该是8500万 而应该是 7200万 这叫做 再销售价格法 这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是成本加成法 成本加成法呢 它是适用于 有形资产的 购销 转让和使用 还有呢 劳务提供 资金融通的呢 这种关联交易 它对于 无形资产的购销 适不适用 不适用 这是呢 成本加成法 当关联交易 与非关联交易 存在差距的时候 咱们应该呢 就该参与 对成本加成率的影响 进行调整 咱们来看一看 什么叫做成本加成法 在成本加成法下 公平成交价格 等于关联交易的 合理成本 比如说合理成本 是1000万 那么乘以 一加 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成本加成率 比成本加成率 是15% 那好了 咱们的呢 这个公平成交价格 就应该是 1150万 那么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成本加成率 等于 可比非关联交易的 毛利 除以的是 可比非关联交易的 成本 成100% 注意 它的呢 这个分母 是成本 而上一个 咱们的呢 这个毛利率 它的这个分母是什么 分母是收入 要注意两者的呢 一个对比 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毛利率 等于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毛利 除以可比非关联交易的收入进额 成100% 而咱们的呢 这个成本加成率 则是用毛利除以的呢 这种成本来确定的 这是第三种方法 成本加成法 第四个交易净利润法 交易净利润法呢 它的利润指标 包括 稀税前利润率 我们一会会说 第二个 完全成本加成率 资产收益率 背离比率等等 通常呢 这种方法 适用于呢 不拥有重大价值 无形资产企业的呢 有形资产使用权 或使所有权的呢 转让 受让 那么 无形资产使用权的呢 受让 以及呢 劳务交易等等呢 这种关联交易 这是呢 它的事物范围 事物范围 大家呢 要注意 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呢 这个考点 那么 让你分析 哪种方法 适用于呢 什么情形 注意 交易净利润法 适用于呢 拥有重大价值 无形资产起的呢 有形资产使用权 所有权的转让 受让 那么 无形资产使用权的受让 以及呢 劳务交易等等呢 关联交易 这是交易净利润法 如果呢 关联交易与非关联交易 存在差距的时候 应该呢 就该差异 对营业利润的影响 进行了合理调整 这是呢 交易净利润法 在交易净利润法中 它所用到的指标 有一下指标 这个指标 大家简单看 因为我们毕竟是税法 不是会计 所以呢 熟悉了解即可 第一 稀税前利润率 等于稀税前的利润 那么除以营业收入 乘百分之百 注意是除以的营业收入 第二个 完全成本加成率 等于稀税前利润 除以完全成本 乘百分之百 你看 它的分子都是 稀税前利润 但分母不一样 第三个 资产收益率 等于稀税前利润 除以的是 年初资产总额 兼年末资产总额 除以二 那么下边再乘以百分百 换句话来讲 是用稀税前利润 除以的 这个平均资产总额 这是呢 第三个 也就是说 稀税前利润率 那么完全成本 加成率 还有呢 咱们的资产收益率 都是以 稀税前利润 做分子的 分母有所不同 下边第四个 背离比例 它是等于 毛利除以营业费用 加管理费用 再乘以百分之百 这是呢 咱们的利润指标 大家呢 简单了解熟悉即可 这是咱们的呢 第四种方法 那么第五种方法 利润分割法 利润分割法呢 分为一般利润分割法 和剩余利润的分割法 适用于呢 各参议方的关联交易 高度整合 难以呢 单独评估各方的交易结构的情形 适用于利润分割法 这是呢 我们的第五种方法 第六个 其他符合呢 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 像成本法 市场法 收益法等等 这是呢 转让定价方法的适用 一共呢 咱们介绍了六种方法 注意呢 这六种方法 它的呢 一个适用范围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转让定价的调整方法 下边第四个指点 是转让定价调查 即调整 转让定价调查调整 它是呢 企业没有按独立交易原则 进行交易 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情况下的 一种辅救措施 它一种辅救措施 对于呢 转让定价调查 即调整中 首先涉及到了一个 被测试对象的选择 与信息使用 因为呢 我要按照 这个独立交易原则 来对你的这个价格做测试 那么我就要呢 选测试对象 那被测试对象呢 选择于信息使用中 第一 税务机关分析评估 被调查且关联交易时 应当在分析评估 交易各方功能风险的基础上 选什么 选功能相对简单的一方 作为呢 被测试对象 因为呢 你功能越复杂 咱们考虑的因素越多 我选功能相对简单的一方 作为被测试对象 第一个 第二 税务机关在进行可比性分析时 优先使用公开信息 也可使用非公开信息 也就是说 我可以用公开信息 也可以用呢 非公开信息 但我们应该优先使用公开信息 这也是呢 咱们被测试对象的选择 与信息使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统计方法 税务机关分析评估 被调查企业关联交易 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时候 可根据实际情况选 那么这几种方法 第一算术平均法 第二加权平均法 第三四分位法 四分位法 把你的呢 这个价格分成不同的区间 那么这是呢 四分位法 那么逐年分别或多年度平均计算 可比起利润或价格的平均值 或四分位区间 这是呢 统计方法 具有算术平均法 加权平均法 四分位法 那么几种方法 税务机关呢 应按可比利润水平或可比价格 对便宜调查起呢 各年度关联交易进行逐年测试调整 在调整时要呢逐年做测试调整 税务机关呢 采用四分位法 分析评估呢 且利润水平时 如果呢 且实际利润水平 低于可比且利润率区间的呢 这个中位值的 咱们有一个区间中位值 咱们有一个利润率的区间中位值 原则上应按照 不低于中位值进行调整 这是呢 统计方法 有算术平均法 加权平均法 和四分位法等统计方法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主要的分析因素 主要分析因素呢 大家了解 第一 业务模式 那业务模式 比如说咱们是包工包料 承接业务 还是呢 轻包工的方式 还是呢 其他的方式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经济环境 那么经济环境是否动达 那么风险是否大 等等 那么第三 单一功能企业出现亏损 第四 无形资产的价值贡献 与收益分配 那么第五 关联劳务转让定价 那么对于呢 咱们的主要分析要素 大家呢 简单了解 注意这一句话 这句话相对呢 是比较关键的 实际税赋相同的境内 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只要该交易 没有直接或间接导致 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减少 原则上不做特别纳税调整 注意呢 这里边是以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呢 减少没减少 作为呢 哎 我到底做不做特别纳税调整的 一个判断标准 这是呢 咱们的主要分析要素 大家呢 简单看即可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呢 这个转让定价的调查 与调整的问题 下边第五个支点 是预约定价安排 转让定价的调整 它是什么 调查调整 它是一个这个 补救措施 而预约定价安排 预约的是未来 它是一个预防措施 预防你未来的交易 没有遵循呢 独立交易原则 所以我采取预约定价安排 预约定价安排呢 是且就未来年度 关联交易的呢 定价原则计算方法 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与税务机关 按照独立交易原则 协商确认之后 达成的协议 这叫做预约定价安排 预约定价安排 按照呢 参与的国家税务主管当局的呢 数量 那么预约定价安排 可以分为单边 单边呢 就是企业和一个国家的税务机关之间 形成的预约定价安排 第二个可以是多边 比如说中国日本和东芝之间 形成了预约定价安排 这是一个双边 那么也有可能是多边的 比如说某一个跨国且集团 他在呢 中国日本韩国这几国都从此经营 那有可能是多边来形成的预约定价安排 这是第二个 第三 预约定价安排的弹签与执行 通常要经过六个阶段 哪六个阶段 第一预备会谈 第二谈签意向 那么第三分期评估 第四正式申请 第五协商嵌署 第六监控执行 一共呢有这么六个阶段 我们呢来分别看一下 这个预约定价安排的整体情况 以及呢 趴到这六个阶段 首先第一个问题 预约定价安排的事务范围 预约定价安排 主要适用于什么 未来 但是呢 特殊情况下 也可以适用于过去 我们来看一看 预约定价安排 适用于主管事务机关 向企业送达接收期 谈签意向的 事务事项通知书之日 所属纳税年度期 三至五个年度的关联交易 注意几个 三至五个年度的呢 关联交易 第一个 那么第二 企业以前年度的关联交易 与预约定价安排 适用的年度相同或类似的 经企业申请 事务机关可以将 预约定价安排 确定的定价原则 和计算方法 追溯适用于以前年度 那么这里边一定要注意 是什么 哎 你呢 这个是适用于 它主要是适用于未来呢 三到五个年度的关联交易 但是呢 如果你以前年度关联交易 与预约定价安排呢 适用的年度相同类似 咱们呢 经过申请之后 可以把它 追溯适用于 以前年度 这个关联交易的呢 评估和调整 追溯期 最长是十年 注意 最初期最长十年的一个规定 这是预约定价安排 它的适用范围 下边我们分别介绍呢 预约定价安排的 这个六个阶段 其中第一个阶段 是预约定价安排的预备会谈 那么预备会谈呢 如果企业申请单边 预约定价安排 应该向谁申请 向主管事务机关书面提出 预备会谈的申请 主管事务机关组织与企业呢 开展预备会谈 这是呢 单边的 如果企业申请双边或多边 预约定价安排的话 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 税收的呢 一个 协商的问题 所以这事儿 应该同时向 国家税务总局 和主管事务机关 书面提出呢 这种预约预备会谈的申请 国家税务总局 统一组织与企业呢 开展预备会谈 这是呢 预约定价安排的第一个阶段 预备会谈 那下边 你预备会谈谈的呢 还挺愉快的 那下边咱们进入第二个阶段 预约定价安排的 谈签意向 税务机关呢 和企业在预备会谈期间 达成一致意见的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 有谈签意向的 税务事项通知书 也就是主管税务机关 向企业送达 同一期提交呢 谈签意向的 税务事项通知书 且在收到呢 通知书之后 向税务机关提交呢 谈签意向 那这是呢 咱们的谈签意向 这是第一个 咱们先预约会谈 先摸摸底 然后呢 基本上谈的挺愉快的 咱们才会有谈签意向 这是第二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 第一 向谁提交呢 预约定价安排的谈签意向 分为什么 分为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还是呢 双边或多边呢 预约定价安排 如果企业申请呢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 向谁提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呢 预约定价安排 谈签意向书 并附送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申请草案 这一个 第二个 企业申请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 应同时向国家税务总局和主管税务机关提交 并附送双边或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的呢 申请草案 这向谁提交的问题 那下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税务机关可以拒绝企业提交呢 谈签意向 什么情况下拒绝 第一种情况 是税务机关已经对企业实施了 特别纳税调整立案调查或其他的涉税案件调查 且尚未解案的 换句话来讲 我再给你做调查期间 你就别呢 这个提交谈签意向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未按有关规定 填报呢 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的 我对你都不熟悉 你怎么谈签 对吧 第二个 第三 未按有关规定 准备保存和提供的同期资料的 这是呢 第三 第四 预备会谈阶段 税务机关和企业无法达成呢 一致意见的 咱们之所以要提交谈签意向 是前个阶段达成一致意见了 你没达成一致意见 咱们没法呢 让你提交呢 谈签意向 这是呢 咱们的这个 谈签的意向的问题 下边第三个阶段 是预约定价安排的分析评估 分析评估呢 税务机关可以从功能和风险状况 可比交易信息 关联交易的数据 以及呢 定价原则计算方法 价值链分析和贡献 交易价格和或者利润水平 假设条件等等方面呢 做分析评估 换句话来讲 我税务机关 从影响你的交易价格的多方 来给你做分析评估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三个阶段 下边第四个阶段 预约定价安排的正式申请 大家可能会说 哎老师你的阶段 怎么老师和这序号差一个 没错因为呢前面第一个序号 是适用范围 适用范围之后 从第二个序号开始 咱们才是预约定价安排第一个阶段 所以他差一个序号的 那么预约定价安排的第四个阶段 是正式申请 经分析评估之后 税务机关呢 认为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 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主管税务机关呢 向税务机关 送达同意他提交呢 正式申请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你看 当才咱们叫做谈签议想 现在是什么 哎谈得更深入了 这正式申请了 企业收到通知之后 可以向税务机关呢 提交预约定价安排 正式申请书 并复苏呢 预约定价安排的 正式申请报告 前边是一个草案 现在是什么 正式的申请报告 这是我们的呢 第四个阶段 是正式申请 那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事务机关可以拒绝体验呢 提交正式申请 肯定是什么 前面没谈拢呗呗 对不对 或者有问题呗 那么第一个 预约定价安排申请草案 你采用的定价原则 和计算方法不合理 且企业拒绝协商调整 如果咱们 那么协商调整了 那么你采用的方法 那个还有呢 原则符合规定了 合理了 咱们就可以呢 提交正式申请 但你拒绝协商调整 那这是呢 第一个 第二 且拒不提供有关资料 或提供的资料 不符合事务机关要求 且不按时 补证或更正的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二个 这是资料不合格 第三 且拒不配合 事务机关进行功能和分险呢 实际访谈 我得实际看看呢 你去不配合 第四 其他不适合呢 谈签预约定价安排的情况 此时 事务机关可以拒绝 企业呢 提交正式申请 这是咱们的呢 第四个阶段 下边第五个阶段 是预约定价安排的 协商欠署 它协商欠署呢 是事务机关应当在 分析评估的技术上 形成呢 协商方案 并据此呢 开展协商工作 协商没问题了 咱们可以正式欠预约定价安排 这是呢 第五个阶段 第六个阶段 咱们欠完了 预约定价安排之后 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什么 监控执行 在监控执行时 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 且应当在 纳税年度中了后 六个月内 注意多长时间 六个月之内 向主管事务机关 报送 执行预约定价安排情况的 纸质版 和电子版的年度报告 这是呢 每年要报送呢 一个年度报告 第二个 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间 且发生影响 预约定价安排的 事情变化 那么应当在发生变化之期 三日之内 书面报告 主管收集官 但由于非主管原因 而无法按期报告的 可以延期报告 但延期不能超过三十日 这是呢 这个事情变化的话 要报告 第三 预约定价安排期满之后 自动失效 因为呢 我是生物三到五年 那么期满之后 自动失效 如企业需要续签的 应在预约定价安排 执行期满之之前 注意 是执行期满之前 九日之内 向税务机关提出 续签申请 咱们可以续上 对吧 下边第四个 预约定价安排 采用四分类法 确定了价格或利用水平 在预约定价安排 执行期间 如企业当年 实际经营成果 在四分类区间之外 没在这个中间值 这个没有在呢 咱们四分类区间之中 那此时 事务机关 可以将实际经营成果 调整到 四分类区间的中间值 那么要调整到 四分类区间的中间值 预约定价安排 执行期满 且各年度经营成果的 加权平均值 低于区间平均值的 那么且未调整至中间中位值的 那么事务机关不再受理 它的续签申请 这是呢 咱们的监控执行 这是咱们的预约定价安排的 这么六个阶段 下边第八个问题 预约定价安排的 优先受理 我什么情况下 优先受理 第一 那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事务机关可以优先受理 企业提交的申请 第一个 是企业关联申报和同期资料 完备合理 披露充分 资料呢 人家比较全 第二个 纳税性级别为A级 纳税性级别好 第三 事务机关曾经对企业实施 特别纳税调查调整 并已经结案了 结案了咱们的呢 数据完整清晰 那 欠的预约定价安排 比较合适 这是呢 第三 第四 欠署的预约定价安排执行期盼 且申请续签 且预约定价安排 所述的事实和经营环境 没有发生实际性变化 那这是呢 咱们的环境没变 原来呢 咱们有预约定价安排 继续执行 会比较容易一些 咱们优先受理 第五 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 齐备 对价值链或供应链的分析 完整清晰 充分考虑成本节约 市场依价 等地域特殊因素 你采用的定价原则 计算方法合理 这是呢 咱们的第五个 第六 企业积极配合 事务机关开展呢 预约定价安排 探钱工作 这铁态度很积极 那么第七 申请双边或多边 预约定价安排的 所涉及到的税收协定 递约对方 事务主管当局 有较强的谈签意向 那对方事务机关 很积极 对于预约定价安排 它的重视程度呢 很高 这是呢 第七个 第八 其他有利于预约定价安排 谈签的呢 因素 整体来讲 就是呢 那么企业比较积极 配合工作 对方事务机关 比较积极 配合工作 那么资料齐备 分析合理 定价方法合理 等等等等 那么或者你原来 做过呢 特别那是调查调整 然后结案了 咱们有完整的数据 我签预约定价安排 就比较方便一些 我这时候有优先受理 这是呢 咱们的第八个 第九 预约定价安排的呢 这种简易程序 因为咱们前面说 这个一般的程序 有几个 有六个 那么简易程序 只有三个 可以采用的 简易程序的情形 是企业在主管税务机关 向其送达受理申请的 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所属 纳税年度前三个年度 那么要注意啊 是 他的呢 前三个年度 每年度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 在4000万人民币以上 那就说 关联交易金额 相对比较大 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哪个条件 第一 已向主管事务机关提供的 你提交申请所属年度的 前三个纳税年度 符合规定的同期资料 同期资料准备比较清晰 第二 自其提交申请之所属纳税年度 前十个年度内 曾执行过 预约定价安排 且执行结果符合安排要求的 也就是原来曾经执行过 预约定价安排的 它是前十个年度来作为标准 第三个 自其提交申请之所属纳税年度前十个年度内 曾受到税务机关的特别纳税调查调整 且结案的 属于这三种情况之一 而且它是每年度发的关联交易金额 是在4000万人民币以上的 也就是说你在申请之前的前三个年度 每年发的关联交易金额是4000万人民币以上的 可以采用简易程序 这是第一个 下边第二个是具体程序 那么简易的预约定价安排 它从一般预约定价安排的六个程序 变成了三个阶段 那三个阶段 申请评估 协商签署监控执行 把咱们前边的 比如说像什么预备会谈呢 谈前意向啊等等这些阶段就给去掉了 这时呢 剩了三个阶段 第三个是主管事务机关不欲受理的情形 不欲受理的情形主要包括 第一 事务机关已对企业实施特别纳税调整立案调查 或其他呢涉税案件调查且尚未结案的 那这是呢不欲受理的 那前边咱们呢 这个预约定价安排的不欲受理 也包括这种情况 对吧 第一个 第二个 未按有关规定填报呢 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且不按时更正的 第二个 第三 未按有关规定准备保存和提供的同期资料的 第四 未按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 或提供的资料不符合税务机关要求 且不按时补证或更正的 这是呢 第四个 第五 拒不配合税务机关进行功能和风险呢 实际访谈 出现了这五种情况 税务机关呢 是不欲受理的 那这个内容大家呢熟悉了解即可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一个 实现规定 对于呢 简易程序 主管税务机关收到企业申请指引起90日之内 对90日的时间规定 向企业送达呢 税务事项通知书 告知其是否受理 如果不受理的话 要说明理由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主管税务机关应于呢 向且送达受理申请的 税务事项通知书致起 六月之内协商完毕 因为它这个简易程序 咱们六月之内就协商完毕了 这是呢 咱们的第四个 第五个 什么情况不适用呢 简易程序 如果呢 同时涉及两个 或两个以上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呢 税务机关的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 暂不是用简易程序 那么不是用简易程序的呢 情形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这个第九个问题 简易程序 第十 预约定价安排的其他事项 在预约定价安排 签署之前 无论是税务机关 无论是税务机关还是企业 均可以呢 暂停终止呢 预约定价安排的程序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预约定价安排 对于呢 咱们的这个第五节 转让定价的呢 管理中 我们介绍了 关联申报 介绍了同期资料准备 介绍了呢 转让定价调查与调整 以及呢 转让定价的呢 这个方法 还有呢 预约定价安排的 有关规定 对于呢 第五节 我就和大家学习这么多